那天听你爸的意思 如果没有编制 他不希望你来这儿 这编制啊 总共就那么几个 我做主编那会儿啊 打招呼塞人的电话 纸条就没断过 那上面啊 各有各的门路 让你哥去找找好生长 编制啊 好生长 一个电话的事 这是一段将现实按在地上 摩擦摩擦再摩擦的 经典桥段 只是经过艺术再加工 如此直白的暗示桥段 已经是属于美化之后的产物 现实中这样的场面 基本不会出现 只会存在于 领导与领导之间的心照不宣 现实中编制重要 但又不重要 重要的是领导嘴大 领导说啥是啥 可反观现实本就是如此 因为这是官场 更是体制内独有的特殊文化 你没办法更没得反抗 想吃这碗饭 就得做一个乖孩子 乖乖接受 乖乖适应而已 江辽出版社 金土地主编邵敬文 为了提升内容 为了提高业绩 故而发表了一篇 风化成的大作 只是诗是好诗 只因发表时间不对 所以好诗变成了催命坏诗 为了不牵手无辜 周炳坤一力承担下了所有责任 蹲了半年特殊小担间 出来后 邵敬文特意找到了周炳坤 想拉着他一块干饭店 只是不管从哪个方面考虑 也想不明白 邵敬文目的究竟何在 他找丙坤干啥呀 说是丙坤经常跑业务 有经商的经验 要我看 主要是看上了丙坤的人品 76年金土地发表画成那首诗 照理说 肯定是主编负主要责任 丙坤一口咬定 少敬文根本不知道画成是谁 丙坤当时想 这结果眼上 供出别人也救不了自己 索性自己扛下来算了 我们一直强调 不管什么话 只要出自领导之口 那就一定有其特殊的含义 邵敬文为什么要带着周炳坤一块干 难道只因他是周炳毅的弟弟 而周炳毅恰巧又是好省长的女婿 其实邵敬文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补偿 就是觉得周炳坤这个人不错 只是周炳毅毕竟是省长女婿 看待问题 乃至思考问题的角度 还是要高他人一等 那他能把炳坤那个金链板设 编制这是困扰了两代人 甚至三代人的宇宙级难题 有了编制就有了摔不碎的铁饭碗 有了编制就有了打开了特权大门的钥匙 别管这个编制的大小与否 总之你记住一句话 宇宙的尽头不是浩瀚的星空 而是编制 所以面对明知顾问的周炳毅 周炳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周炳的一番话 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 一个贴近现实 但又区别于现实的事实 贴近在哪 皆因这只是一次补偿 区别又在哪 因为你拥有了别人梦寐以求的机会 现实中任何一个单位的临时工 都会有无数人打破脑袋 想几进门而不入 再加上有周炳毅这样身份的一个哥哥 这辈子你不想起飞都不行 只是影视毕竟是影视 周炳毅还是那个周炳毅 亲情是亲情 工作是工作 断不可公权私用 更不可予己谋私 但今天的主角并非周炳毅 周荣乃至周炳坤 而在于一位配角 一位深暗体制内特殊文化 精通语言艺术 和人情世故精髓的配角 这是好敬文和社长之间的对话 这也是社长和退休人员之间的对话 注意这段对话中的语气 除了个人情绪表达之外 更是决定了接下来整场对话成败的关键 因为领导说的话没有一句废话 更没有那闲工夫去和一位退了休的老编辑 谈论过年福利发放的问题 现实中只有你巴结领导的份 哪有本末倒置反过来领导征求你的意见 领导这样说自然有这样说的想法 领导这样做自然有这样做的目的 所以别着急给领导脸上贴金 领导说话办事也得讲个因果关系 至于要你看的和你要做的 你还没看到呢 注意重头戏来了 如果只是单纯的关心退休老同志 社长自然不会让你看到年节发放福利 如果只是单纯的听取你的建议 社长也不会特意提醒你看后面 更不会征询会计的统计结果 目的只有一个过年了设立没钱了过年了设立需要的 要你极善堂的支援了 目的摆明了 郝敬文自然明白社长的意思了 社长 设立是不是打算从我们极善堂再割块肉下来啊 还有我这也快山穷水尽了 王少 你不是为难我吗 你啊 语言艺术之所以屡试不爽 难点就在于话不说透 又能让对方理解你的意思 注意邵敬文重点强调了 也快山穷水尽了 也快并不代表已经 为难更不代表不能办 所以能办是能办 但这个钱不能白出 邵敬文自然有条件 只是这个条件只能两人私下里谈 社长 容我提个条件 你说 你把周炳坤的编制问题解决了 否则我无法保证留得住他啊 周炳坤管着这个集善堂的运营 正因为有了周炳坤 集善堂才能拿出这一千块钱 志愿报社 只不过一千块钱 并不足以换取一个编制 乃至万万不够换取 如果你一再强调 一再要求 那就是你做下属的不懂事 那就是在威胁 是在要挟 如果换一种说法 来突出周炳坤自身优秀 来强调集善堂的发展 缺不了周炳坤 社长就会陷入两难境地 如果拒绝条件 钱邵静温继续出 只是只有这一次 因为没了周炳坤 集善堂就面临运营不善 乃至倒闭 如果答应 那集善堂就可以源源不断盈利 一千块钱算啥 届时一万块钱都有的谈 准备充分 客观条件具备 只是编制非比寻常 更是体制内排名 无限靠前的难题之一 社长怎能轻易答应 只是邵静温毕竟是一位文人 一位专注文学的文人 又哪能懂编制背后所代表的具体含义 能力固然重要 可编制考虑的不只是个人能力 更是其个人背后所代表的综合能力 父母工作 亲友单位 人脉圈子 都在其考虑范围 所以面对邵静温的不懂事 社长的反击来了 体制内能力的高与低 从来不是决定一个人去留的必要条件 更不是说你让谁走谁就能走 你让谁进谁就能进的道理 铁饭碗为什么叫铁饭碗 既因他信铁 更因他摔不碎 领导的决定固然重要 可更得考虑综合因素 关系硬 后台硬 能力不行 你也能留 会说话 会来事 到了退休 也能延迟退休 所以编制难 难在哪 难在你连个临时工都混不上 难在你没有个强硬的后台 连最起码让领导点头的资格都没有罢了